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12月27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關注到有關於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來看到的是跟軍事相關的一條消息 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 美國多次表示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挑戰 而日前中國國防部的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 如果有人硬要把中國逼成對手 那麼中國一定會做一個合格的對手 北京時間12月26日 中國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 美國的防長埃斯伯表示 當前美國國防部的首要重點 中國排第一俄羅斯排第二 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的首要軍事重點 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吳謙對此表示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不是重點 重點是美方有一些人在理念觀念上出了問題 當今世界是一個地球村 各國是命運共同體 這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 而美方有一些人頑固秉持冷戰思維 熱衷於製造對手 沉浸於受迫害妄想症中不能自拔 是非常可笑的 而吳謙還說神女應無恙當今世界輸 美方那些人心中你贏我輸 有你無我的零和理念 早就應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而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無意做任何國家的對手 吳謙還說中國從不欺負別人 別人也別想欺負中國 如果有人硬要把中國逼成對手 那麼中國一定會做一個合格的對手 在之前的十二月十七日 中國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艦正式服役 就有消息指 在休整將近一周後 山東艦首次進行了出海活動 根據了解山東艦的防務方向主要是南海 因此這一熱點地區的海上任何動向也會受到外界的關注 而就在山東艦出航的同時 南海也迎來了美軍林肯號航母 除了軍事外 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對中國也加強了防範 此前的十一月五日 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 在華盛頓舉辦了主題為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的會議 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埃斯伯等都出席了會議 埃斯伯表示美國需要政府學術界和工業界向二戰期間那樣齊心協力 才能夠使得人工智能快速發展 期間來自中國的挑戰也多次被提及 為了凸顯中國對人工智能的重視 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成員 還在會上展示了一本中國的人工智能科普書 據觀察者網報導 會上展示的這本人工智能書 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為幼兒園小班設計的人工智能實驗教材 埃斯伯在會議上說 中國計劃在二零三零年成為人工智能的領導者 例如中國開發了自動駕駛汽車 中國軍隊也正在積極地在許多作戰領域部署這些武器 與此同時中國還在投資低成本遠程自動駕駛和無人潛艇 並且出口先進的軍用無人機 對此埃斯伯強調 無論哪個國家利用人工智能 都將在許多年的戰場上擁有決定性的優勢 我們必須率先做到 下面要為您關注到的是有關於香港的一條消息 來自路透社 文章介紹說 在貿易戰中 香港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削弱了中國通往國際市場的大門 過去使得附近的深圳成為香港的自由市場替代者的嘗試 是三心二意的 但是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動盪 使得中國官員有理由再次嘗試 習近平主席未能夠成功獲得香港人的民心 在十一月地方選舉中 親北京的政黨失去了十八個選區中的十七個的控制權 而習近平仍然必須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處 如果採取急劇的鎮壓 那麼將損害主要貿易和投資樞紐 以及本地公司能夠籌集硬通貨的唯一交易所 更好的選擇似乎是深圳 它是將香港相對開放的政治體系與大陸分隔開的科技中心 此前官員們曾經試圖讓這裡成為硬通貨金融中心 並於一九九二年創建了以港元計價的B股 然後在二零一五年啟動了一個區域 以測試進一步的資本賬戶開放 如果要認真複製香港在深圳的金融智能 就需要進行徹底的改變 允許外資在不進行投機和套利的情況下流入流出 分隔兩個城市的經濟邊界實際上必須繼續向北移動 以包括深圳的股市海港還有機場的一部分 這將意味著人民幣的供應必將會像香港一樣可以轉換為外幣 而首次公開募股可以人民幣或者是港元計價 吸引跨國公司還需要北京有選擇的放寬其簽證和審查制度 並且推出混合法律體系 如果不是半信半疑的措施被證明毫無價值 那麼這樣的議程將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在中國政治上的必要性往往是經濟改革的源泉 先要為您介紹的是與外交相關的一條消息 來自BBC 文章開頭寫道大就是威脅嗎 大熊貓比白頭鷹更具威脅性嗎 功夫熊貓人見人愛 這並不是孩童的呢喃 而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的推文 中國外交部在今年10月註冊了推特 在十二月初開始發佈英文推文 而賬號的個人簡介是關注我們來認識中國外交 在上述推文中 中國外交部主張以大熊貓為代表的中國 不是對國際秩序的威脅 還搬出了著名的卡通形象功夫熊貓 借白頭鷹比喻美國 但是反響卻不佳 評論中出現了不少諦諭與批評的聲音 形容外交部顯得語無倫次歇斯底里 還有許多人指出中國外交部的推文風格 竟然與美國總統川普不謀而合 跟川普類似外交部的推特賬號 嘗試用大寫字母以感嘆號表示強調 讀起來自帶咆哮效果 而除了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外 中國外交官也在近期集體登錄推特 反映出了公共外交的新策略 在推特上面 BBC一共發現了55個中國外交官或者大使館領事館的賬號 其中有三十二個都是在二零一九年註冊的 而香港近匯大學傳播學院的助理教授對BBC表示 中國外交官活躍於海外社交媒體 顯示公共外交的策略轉為主動出擊 與外國公眾實現點對點的接觸 在諸多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中 為什麼中國外交官偏偏選中了推特呢 研究中國外宣的新西蘭坎特勃雷大學教授布萊迪對BBC表示 推特是重要的輿論陣地 因為世界各國的許多政論家和政府官員都在這個平台上發言 他也是記者的主要資訊來源 推特是一個直接渠道 來塑造外國政治精英對中國的看法 布萊迪這樣表示 雖然推特臉書等海外主流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被封禁 但是中國將它們視為打響輿論戰的重要陣地 數月前臉書和推特分別封禁了散播虛假信息的賬號 並且指明這些賬號背後由中國官方主導 而BBC此前查看中國政府採購文書發現 中國政府透過官媒在這些平台上開展了重大主題宣傳 和收集境內外輿情 每個項目的預算均是數以百萬元人民幣計 而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則表示 中國媒體利用海外社交媒體對外介紹中國政策 講述中國故事 與當地民眾進行溝通 是情理當中的事情 而中國的外交辭令經常重複某些異證言辭的詞組 比如提出嚴正交涉 干涉中國內政暴露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 甚至有網友專門製作了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的模擬器 只要輸入發言對象 對方行為和中方態度 就能模擬他對事件的回應 而外交部的中文發言還經常出現連串成語 比如曾經以十個成語駁斥英國外交大臣亨特 關於香港的言論 而相比之下 外交部的英文推文則十分口語化 甚至會使用LOL 也就是大笑表情符號等非正式的表達 但是中文外交辭令裡火力全開的情緒 在英文推文中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近外交部在推特上面譴責美國對新疆問題加以評論 本身在有關穆斯林的問題上卻是超級騙子 並且以強調的大寫字母佔了推文的不少篇幅 外交部新聞司的副司長趙立堅 是最早活躍在推特上的中國外交官 人稱推特上戰鬥力最強的外交官 他目前擁有超過二十二萬粉絲 追蹤了超過十八萬個賬號 幾乎每日都大量發推 他早在二零一零年就開通了推特賬號 但是他的成名推文出自於今年七月 與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的一場隔空交鋒 賴斯批評趙立堅一則關於華盛頓非裔人口的推文 指責他是可恥的種族歧視主義者 而趙立堅也毫不客氣地反擊 形容賴斯可恥與驚人的無知 而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較常接受外媒採訪或者是發布觀點文章 兩人在推特上也頗為活躍 而近期新疆穆斯林在教育營和香港示威 將中國推置了國際輿論的封口浪尖 新疆與香港自然地成為了中國外交官 最常在推特上提及的話題 崔天凱就曾經連發五則推文 表示兩地的情狀被嚴重地曲解了 而劉曉明則把參加BBC時政談話節目的片段發表在推特 其中他指出外界獲得的在教育營洩密文件是捏造的 並且表達了對林鄭月娥政府以及香港警察的支持 中國外交官登陸海外社交媒體 還在推文中使用了適合社交媒體傳播的短劇 經過設計的圖片短視頻 但是與西方民眾交流的效果似乎並不理想 收到的評論大多是負面 專家表示即使是海外社交媒體 中國外交官也難以用西方民眾習慣的方式溝通 中共的體制決定了發言的內容必須是符合黨的政策的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要使用西方聽得懂的語言和邏輯 並不是一個選項 中國外交官在推特上面收到的評論多為負面 卻似乎無礙他們繼續展示戰狼態度 專家認為中國的外交口徑越發強硬 除了反映外交政策變化的趨勢 也從側面體現外交部在處理外交事務上 越來越沒有話語權與決策權 因此要以在外交領域亮劍 佔領輿論高地的方式 緊跟黨的宣傳政策 確保不在公共或者是其他政府部門面前顯得軟弱 從這個角度分析 中國外交官們發表推文時 瞄準的受眾不僅僅是海外用戶 還有體制內的同僚和領導 中共外交是由最高領導人決定的 因此具有不可預測性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外交部作為前線 寧左烏右的表態 就是最正直正確和安全的方式了 下面這條消息呢 與外商投資法相關 在北京時間12月27日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起正式實行 根據外商投資法第四條規定 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潛國民待遇 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國家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 給予國民待遇 這就從立法層面確立了新時代外資管理的新體制 而在此次最高法發布會上 發言人羅東川表示 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實現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 保護外資合法權益 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 健全外商投資准入潛國民待遇 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推動規則 治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 而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歷史 充分證明開放帶來進步 封閉必然落後 越是敞開懷抱分享自己的文明 就越能夠擴大國際社會所需要的合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